中医是如何被打压的 自西医掌权以来 屡次要动用国家行政力量 废除中医 消灭中医 汪精卫时期搞过一次 在两位海归医学博士 于云秀和楚明仪的鼓章下 要取缔中医 而建国初期的卫生部副部长 贺诚和王明打压中医 在他们的各种操作下 自1950到1953年 90%的中医师都失去了职业资格 全国92大城市和165个县 隔个中医师只剩下14000 中医一片萧条 之后这件事被伟大的毛主席插去 怒测两位卫生部副部长 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 自此之后 中医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到了90年代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从洋面外的风潮又涨起来 中医再次被打压 但因为有了前者之间 所以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叫嚣 要取消中医了 于是开始以科学化 规范化的名义 强行推行中西医结合 并规定要考一些乱七八糟的证书 来提高这个市场的准入门槛 又制定种种的管理办法 严厉而广泛的打击 所谓的非法行医 封建民间中医 那时候上海却推行 西医开中药 名为管理 实为管治 比如各种自制的高药 散丸 即使你效果再好 只要没有被批准许可 都实为假药 重罚判刑 而想要到这个抑制许可 没红包 没关系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给你放了 卫生部正副十个部长 说了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是中医出身 其余的八九 不就是西医出身 这种情况下 你说中医还有多少话语权 中医就是中医一批千里吗 遇到了一个个粗笔的马虎 也将他折磨得受过年数 奸奸一气 无论政策制定的你多好 只要中医没有自主的管理权 和话语权 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 西医排挤我们已经罢了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关注 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 这个我们历代先贤智慧的结局 我学中医已经十一年了 历经三年的北中医学习 四年的四成学习 还有几年的自学 我希望能尽我的棉部之力 发展容易推广从医 能让大家真正的从中说医 谢谢你们